前長郭信良坐上求車要到歸人看守所 他也涉及土地重劃 以四十項工程顧問公司 所賄一千多萬 七號下午四點開機壓題 一直到晚上十點鐘 他能定位的法官認為 郭信良的證詞和檢方所提的證據不符 裁定積壓警戒 和郭信良一起被激壓禁見的 還有電希裡的里長 拒絕黑金 二零一五年賴清德擔任談談市長時 因為議長會選案拒絕進入議會 和其他二十幾位里長一起連署之時 現在和郭信良一起捲入了所會案 檢方查出 因為他事後刻意刪除手機賴滅症 為了要掩飾社會的犯行 兩個人以假借貸合約 疑似打算要把會款漂白成借款 郭信良被受他禁見 他長期的政治夥伴陳婷飛 在臉書寫下 司法誤網誤縱引發關注 郭信良是台南七連霸的市議員 從政二十多年在地的政治實力雄厚 現在因為觸犯了貪污制罪條例 罪清本刑五年以上的重罪被收押 對台南政壇來說是一大震撼彈 三立宣王沙宇 何正鳳台南報導